哈喽,大家好,我是Nikrase 欢迎收看我们的二手洋房系列啦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Sertia Tropical这个地点 距离新山市中心,大概也是只有15分钟车程而已哦 好,来,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看一下这个设计呢 是属于Sertia Tropical里面的Bangro设计啦 那也是我们今天要跟介绍大家这一款的 双层的洋房Bangro啦 登登! 可以看得到吗?它的整个设计 都是有点采用这个城堡的设计 有这个石头,会看起来有点 复古复古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 那你看到原装这个的交房标准呢 就是有这个百杠铁门 而且很大幅,还比我高度还更高 而且这边呢,也是有一个 它算是一个子母门啦 所以这边有一个小门,那边一个大门 开车,就可以从大门走进去 那平时的话,这边可以走进来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吗? 整个这个车房超大的,对? 那你看到这一个的门的话 它也是有附送这个Auto Gate了的啦 OK,说到车房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地砖呢 在这边,它整个都是Full Toss的 大概这样子的宽度呢 它总共的那个土地面积是60x120 所以大概是很大 所以你可以大概可以放到大概整四到五辆车 都不是问题啦 那所谓的洋房就是左边右边 还有后面都会有空地嘛 好,来,我们现在来到进来这边看一下 OK,所以这边呢,你可以看到就是 原装交房都有这个CCTV的了 那我们现在先看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说算我的左边啦 我们左边的这边,小小的空地 才会到你的隔壁的邻居 所以还会有一点的稍微的隐私 这样子 来,现在呢,它不够说 我们就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说到,对,还有就是说方向嘛 百洋房的人大多数都会看方向 这个的方向呢,是属于东北的方向 这样子啦 OK,所以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这个门呢,看起来也是比较大气 这样子 所以你打开两个门 就可以打开进到来啦 而且原装这个门呢 都有这个电子门锁 可以用密码或者是门卡 包括锁石的话都可以开到的 那我们进到来这边呢 特别是我们华人的话 如果家里有拜拜 这边就是一个玄关 你可以摆放你的一个神台 在这边供供神 神明这样子 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呢 如果客人来的话 它有一个 这边是一个小空间 你可以拿来当做一个储藏室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有这个厕所 就客人来的话 可以上厕所在这边 OK 那我们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下客厅的部分 哇 这个客厅很大 对 bundrum啊 它的建筑面积呢 这一款是6,098 接近6,100平方尺的建筑面积楼上跟楼下 所以整体的空间非常的大 那这一边是属于我们的客厅的部分 你可以在这边摆到一个很大的这个收发 这边一个第50寸的这个电视机 然后另外特别提一提一下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这一边整个窗户都已经装上了这个 Alan System 所以是有说这个绑道这样子 然后另外呢 也是有看到这边一个插头 如果待会你会看到有几个点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插头 这个是原本发展上的时候 就要开的时候 就有这个Smart Home System的了 所以你可以通过手机 来监视这边的一个控制 像如果你有买一个窗户啊 Smart Home这些 你可以用手机来控制这样子 它都有这个电影给你的 那这一边呢 是你可以当做一个饭屏 哇 整个饭屏我很喜欢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注意到我们这边右手边嘛 右手边整个都是采用这个玻璃推门的设计 这个是玻璃折门的设计 所以你打开的时候 这边就可以指控到我们的户外的花园 很酷很爽对不对 而且后面呢 也是我很喜欢的点 这边呢它还保留到 虽然房子面积已经很大了 但是它这边呢还保留一个空地 你可以做一些小孩子的玩水的时候 这边现在有时候天气热 这边你可以做一个泳池 或者是你自己摆放一个移动式的泳池 在这边做机会烧烤都很棒很酷对不对 如果说你觉得还房子空间还不够大 你想要扩充都ok的 那这个算是泳池储存系统吧 ok 我们现在进来这边看一下 这边你可以摆放你的这个餐厅 餐座的地方 你可以摆放应该十个人做的没有问题了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拿来做成你的这个干厨房 或者是酒吧柜台 那如果是酒的话 这边可以做一个酒吧柜台 或者做一个Island 哇好棒喔 来 我们先看一下楼下的这个客房 那这边有一个Store room 可以储存空间 我们现在看一下楼下这边一间房 这个是属于客房 或者你可以当作是长辈的那样子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蛮明亮的 这个也收拾了 这个特点之一 整个采放的蛮不错 然后有自己鼓励的厕所 而且厕所墙装都是看起来都蛮明亮的 OK 这边你可以做一个 来 我们现在去你的特点部分 对了 刚刚忘了提一提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进来的感觉 好像非常的高对不对 因为这一款呢 它的整个的这个CM盘 都会比一般的标准还要更高 这样看起来的话 应该都是超过3.1米的了 OK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地砖的话 也是一场大片的地砖 800层800平方层 所以看起来也比较大气 对不对 来 那我们现在去看厨房的部分了 妈妈最重视的就是厨房的空间 来 我们先看一下我妈妈 妈妈的这个厨房空间 感很大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做整个L shape L到负面的L 这个厨房地厨 上下地厨 这边而且如果这个窗户 在这边煮饭 也比较没有那么有点 这样子 OK 然后 这边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冰箱 冰箱 如果你有家有请尴尬的话 这边有一间房间 可以给你尴尬睡的 这个尴尬 可以放一个板子床 一个银柜 然后嘎嘎的厕所的话 就可以在后面这边了 OK 所以这边呢 就还有一个道本 是直通道后面的 就是有时候嘎嘎洗衣了 过后 那要晒衣的话 这边就可以直接来到 后花园这边晒衣了 而且你看到后面整个的空间 还蛮宽敞的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里面 OK 对 刚刚提了 整个我们这么大的建筑 到底几间房 已经很重要 这边呢 一共有五间房 六间厕所 所以 楼上楼下一间房 楼上三间房 很大 就够算是一个蛮大的 OK 这边是这边的Storm Room 那我们现在就带你们上去楼上看一下 所以 比方我们看楼上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的那个楼梯 都是采用这个木制地板 而且是Solid的 然后它的扶手 这边旁边也是有这个玻璃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很有摩登甲 你记得对不对 那这边呢 也是特别的高 如果你需要你喜欢水晶灯 可以这样高高的水晶灯 那现在我们来到楼上的部分呢 整个楼上就是采用这个地板 那楼上一边有四间吧 而且每一间房 都有自己平地的厕所 而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属于我们楼上的小厅 但是一点都不小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来做一个休闲地基 而且这边的采光也很好 那我们现在就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边的特导 来 特导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很大 你可以放一根 这边是很多的 这边是配配的 这边是配配的 这空间感觉还是蛮大的 然后也是有些努力的厕所吧 然后也是有些努力的厕所吧 OK 然后 看到这两间 然后另外一个客房 这边客房 也要试试办法 用迷你设计 然后闯入 aircon版面的板已经拉好了 所以你只需要把一个aircon闯上去啦 这边就可以做你的一个 W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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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e 走吧 哇 整个森院房超大的 对不对 这边真的是可以摆放一个 super king size 可以放马车 看 放一个依妮 在这边走 OK 电视机是在这边 你可以先在这边 这边整个就可以来做 所以妈妈的未婚就得 整个高高的离开心灵 两边左右 然后自己独立的厕所 这个厕所 根本就是一个客房的size 我们家客房不是这边客房 而且还有这个浴缸的 这个浴缸 还有的好像是有一个夹骨器的功能 你要放一张单人床 或者双人床在这边睡觉都ok的 就变成多一间房间 然后你可以看到有点 来个私底盆 把宝宝妈在这边睡觉 这边刮闪 因为大过头 而且我这个小厕所 这个水不会喷出来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外面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它还有这边主人房 还有这个独立阳坛 而且也是采用这个玻璃 玻璃杆的这个design 如果你觉得不够大的话 你还想要在ascent 这边可以直接在独立ascent出去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对面 大家有些已经ascent到根据自己的洗套器 来做装修修改 是ok的啦 那这一款呢 其实也是去年年尾才叫房而已的 所以算起来还是蛮新的一个condition 好那我们大致上 房子的部分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呢 待会等一下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在这一个设计里面的clubhouse 有些什么样的设施好不好 ok let's go 这个设计里面就有clubhouse会所 里面就有游泳池啦 还有健身室 雨球场 广球场 还有小孩游乐也哦 那看完了美美的房子 还有美美的困所呢 那现在我们给你看一下整个这边社区的周围的环境 还有设施啦 那从这个clubhouse一出来 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户外公园 你可以在这边散步牛狗 而且这边还有湖井嘞 哇 有五位你看一下 哇 那从这边呢再往前走这边这个社区 就有一个Lotus的Tesco Supermarket 还有银行啦 还有很多的美食餐厅等等啦 那之前也提到从这边呢 在往前 旁边就是Edeal Highway 从这边你下到新山市中心 也只需要去去的大概是15分钟车程而已 很方便对不对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还没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还有YouTube的话 赶快去按赞一下啦 想要看这个房子的话呢 可以赶快给我们提前意哦 拜拜